《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有到18樓CP座的時間 我就是節目主持人黃德泉 我的拍檔就是鄧梓瑩 也請來朱凱迪 是一個社會運動參與的人士 一起再繼續談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剛才看下去 再看一些維基百科的話 是不是其實一些民間的行動 去對抗政府的一些政策 一些政府的政策沒有保障市民 那個權利呢 社會運動其實是革命的一個溫和版 其實在社會運動 開初是說19世紀的時候 就像無踩加厚革命一樣 所以我說 最核心的部分是工人運動 就是工人要怎樣取回自己應得的東西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面 都以這個奪取政權為目標 我想是去到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當在西方裏面有新的想法出現了 到底工人是否唯一一個人最重要的身份 或者被壓迫的身份 在那個年代就提出了很多其實不是的 例如性別都是一個性傾向、環境 這些面向都是要提出的 都是一個多元被壓迫的身份 所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面向反抗 都是重要的 而且慢慢奪取政權就不再是這個目標 或者不再是會整個擺在口邊的東西 特別是在一些可能有代以政制的國家 或者受壓迫的強度 不是那麼嚴重的地方 開始有說公民社會有一個這樣的領域 不是政府、不是商界的一個領域 這個領域裏面人可以透過聚合去改變社會走向 改變其他兩個大的集團 主要說維基百科都說了 什麼婦女權、動物權、禁煙禁酒 但其中一個提及 一個就是全香港人都熟悉的社會運動 就是2003年開始 香港七一遊行都覺得是社會運動 你怎麼看香港七一遊行 第一年是2003年50萬、100萬 一直帶到現在11年 又來七一遊行 是不是香港的社會運動 所有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都在那裏出現 七一是一個 它的開始是一個反抗 但同時間它也是一個 反抗成為一個最大的公因素 就是一個大家都認同的一件事 就是反抗23條 要董建華下台 但同時間就因為正經那麼多人聚在一起 它又成為了展示 到底香港的公民社會是什麼來的 一個大集會 一個加連華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譬如說你搞苦運 你搞陸運、你搞童運 有人搞居民運動 如果這些人覺得自己搞自己就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割裂的話 我們其實是不會成為一個 一個共同的進步力量的 我想其實很多參與者運動的人都有這種自覺 就是如果有機會 我們應該盡量去連結 盡量去找到底我們共同的理想是什麼 這個有時候會透過什麼出現 譬如說蔡園邨 它有時候會透過蔡園邨 有很多婦女運動的婦女組織 她都很關心蔡園邨 因為蔡園邨那些居民的組織 有很多女人 她就特別請這些女人去 去講她那個女性的經驗 在抗爭裏面 這種在一個局部的運動裏面 互相的支援互相的連結是一種 那七一就是一個大家都去 基本上是大集會 很多人舉牌是不同的議題 其實都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們 我們相信公民社會 是社會進步的很重要的一個領域 香港是一個什麼公民社會 我們要營造一個什麼公民社會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但是近年來 你營造什麼公民社會 七一遊行 什麼大集會也好 大家已經是不甘心 你由銅鑼灣走到政府總部 回家吃個公仔麵 大家開開心心 由勝利走完了 兩三小時 一百萬人參與 二百萬人參與 已經不是再停留在那個階段 因為大家試過 兩年三年政府的例行 那份稿其實是新聞稿寫定了 知識你們的訴求 將會又怎樣 即是否去到這個階段 我們社會運動 陳智英已經再挑戰聲音 不會停的 不要回家吃公仔麵 大家不要走 不要回家吃公仔麵 不要吃晚飯 繼續在這裏 做些什麼呢 是否需要大家去思考一下 才好再留在這裏呢 因為留在這裏的危機 大家會見到 會否是很重大 太多人聚集在這裏 又沒有一個方向 最慘的是 我自己經常說 有些社會運動人 拍套戲 大家的劇本 怎樣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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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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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我即時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就是其實我們 在街上沒有用的 有103號、53號 沒有用的 第一個想法就是馬上想起埃及 埃及他們說要聚在一個解放廣場 其實都是跟我們類似的 跟我們2003年的時候類似的 就是我們要換的政府 埃及的人都說他們去到開羅 就是他們要踢走莫巴拉克 他們要下台 當你真的說得出這個口號的時候 你要去問自己到底有什麼行動 才能夠產生到相對應的壓力 令他們不得不面對呢 那麼香港那個 香港很多時候 待會再說第二點 香港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就是說你經常說一件事 但是你做的事是不匹配的 那你做的事不匹配呢 那你講一下就說到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 因為你講一些事 其實自己永遠都不會覺得做得好 就是講字是嗎 我覺得我們要看看最近在中東發生的事情 是一個挺好的一個經驗 就是現在報紙很有趣的 報紙有時候呢 今天就寫著什麼 中東民主革命浪潮越演越熱 第二天就說中東的亂局越來越嚴重 我們到底要怎樣認識這些 在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就是 我想我們 我一直都有一個想法就是 就是香港那個公民社會 其實它是一個 不是我的想法 我們是羅永生老師在令南教書的 他有一個想法就是 其實我們經常覺得 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經常覺得其實香港很厲害 很好 我們有很好的NGO 很好的運動 很懂示威等等 但是他說其實我們是 在一個虛擬的自由的環境裏面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香港的自由是什麼 性質的自由來的呢 香港的自由就是 在殖民地的政治的宰濟底下 由它去很局部地去 去給自己的自由 特別在後過渡期裏面 我們那些代議政制的發生 其實是你沒有爭過的 其實是它給你 它給你 但是它給你也不會給你 它給一些給你 所以1985年的時候 當你說那時候有工人組別 每個人都拍手 哇有工人組別 我們居然可以間選一些人 我想在這個殖民地的政治的背景下 我們到現在其實都不是很把握到 到底自由和政治的 它們是互為因果的關係 你如果沒有政治的民主 你的自由都是假的 反之亦然 所以去到 當我們現在 我們經常說遊行 我們經常說 我們要改變社會 我們不要貧富懸殊 很多的操作 為何會慢慢變成一個 令人覺得很厭煩 流水作業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做來做去都是那一套 做習慣了 所有政黨都做習慣了 那些動員力 那些直翻 這些宣傳 都做了 那些大聲工 那一塊大埔 只不過連連換不同的東西 根本已經吸收了很多經驗 流水了 各個組織幹事 都做了 我覺得這跟我們殖民地的經驗有關 而且我們沒有很認真去反省這個經驗有關 那麼去到現在我覺得有些不同 就是多了人去認識到這個狀況 就是說你譬如舉個例子 我記得雖然我不太喜歡蕭若元 但是蕭若元有個例子 就是說你縮棋 那兩人縮棋 但是他永遠都改規矩的 就是有時馬就可以行田 有時飛過去 然後你還跟他捉 不單捉一次 捉夠二十年 捉夠三十年 那你就是一個傻子 那在香港 你都見到同樣的情況 譬如說說區議會 我最近才很認真去看區議會的 譬如說當委任制恢復了之後 那個委任的名單是在選舉之後才出的 然後你譬如說你明明公民黨是贏了 就是成為那個三十年保區議會的大數 結果他委任的人又將那個成分不同了 重財了 你成為 你去到很基礎 不用的了 他那個803他不會委任民主派的了 之前之後都一樣的 就是 這個已經 就是他建制派裏面的103 你一定要 在你如果要贏區議會主導權的話 一定會計算那個百分比 一定不是在民主選舉一半的 就是委任的人數 他又不是有定 還未公佈的 他沒有定的 你一直有多少 有些是委任多些 有些委任少些 然後你發覺每一個選區的議員 即是人均的比例都不同 可以變成為 然後你說 我們還很投入地去區議會的選戰 覺得是一個真的遊戲 然後你就說 你選完之後 原來被別人 這樣一刻 很無奈的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都很無奈 我們都是長期地處於一種無奈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去問的 就不是罵那些 覺得不應該再這麼無奈的人 當然他們譬如說 你不走 或者你很多想法 其實都可能不太成熟的 這些都是隨便 或者只有幾十人 幾百個人抓了就算了 但是我想我們去覺得不妥 覺得這些做法很激進 不妥的同時 都要問自己怎樣 到底這是一個什麼局面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的假的自由 假的民主的體制可以繼續玩下去 如果不玩下去的話 所以這個問題大家都要回答 如果你說他們要回答 我就不想回答 我就是我的直班 一起要回答 所有政黨都要回答 所有大哥哥都要回答 是不是叫人下年再來 看著他 是不是投票支持 他再進入立法會 會改變到 每次都站在台上揮手 多謝大家支持 明年再來 所以我記得有兩年是這樣 今年又會怎樣呢 上年好像是爬了樹 糾纏到四五點 那再怎樣呢 其實七一是 就算 我想它不會帶來一個關鍵的改變 譬如說七一之後 如果七一之後不走 然後就會好像埃及一樣 我不覺得香港會是這樣的狀況 反而你問我 我覺得近來比較是令人去想多一層的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 譬如說和國內的關係 當七一國兩制其實已經是玩完了 我們都無謂好像 又好像以為真的有一條界這樣 那的話 你到底要怎樣面對自己 在 不用說全中國 你在說譬如說深圳 深圳這關不關的事呢 其實珠三角 其實廣州很多東西都是和香港有關的 他們的撐普通話運動 那些保留騎樓運動 其實都是和香港有關的 那我們要怎樣去跟他們連結呢 或者我們要怎樣去想 就是我們現在要去贏的東西是怎樣的呢 可能你問我 就是我們這些都要重新想過 就是你問到底 如果你現在在香港講一個普選 其實是多餘的 就是你講的是一個 根本就不是真的一件事來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你真的要想 譬如說 大陸的人怎樣想這件事呢 地域上面那些的想法 到底我們還是否覺得 那條深圳河以南就是很快樂 我們可以六四悼念 然後上面就很慘 然後上面我們不用理會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東西要爭 我覺得我們慢慢要面對一個 即是闊一點點 那個闊一點點就是 就是一直 我想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民主派 一直都不想的東西 在八九之後就定型了 是一種 就是 愛國民主運動的模式也定型了 就是 我就是 我回到八九那裡 就是好像大家現在每一次六四 就要回到八九那個場景 然後大家就是 還是反觀到 但是現在到底是什麼 現在不是反觀到 現在可能是去到 就是國家資本主義 講的是 那些 就是 已經是 有錢 有錢到不得的 貧富懸殊 又不公然 那我覺得 我們 真的要去 去面對這些事情 就是 無論是 你在香港 到底怎麼面對香港的社會 或者你說你是 愛國民主運動 你要支援大陸 到底你是什麼來的 即是這條路 你已經慢慢在摸索 是嗎 我想 其實大家都要想 我們都沒有辦法 所以你問我 就是七一 那之後 是不是走去爬樹 或者 衝去哪裡 這個 這個 這個當然是問題 這個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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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美夫的個案也好 社會運動也好 我們討論這麼多 兩個字 經常說 等如現在大家 厭惡了七一 行禮如二 走到尾 就是沒有用 我們經常討論 沒有用的 那個行動 沒有用的 去找特首 沒有用的 去找黃仁龍 沒有用的 坦白說 我們走了兩年 都走了一些沒有用的 如果小規模的社會運動 沒有用的 一樣一樣都沒有用的 因為始終層樓還在起近 沒有用的 去見誰 去找林鄭 唱生日歌 沒有用的 什麼都沒有用的 有不同的意義 沒有用的 等如現在七一 你走七一 沒有用的 政府不是一樣樣 走了八年 走了八年 走兩年 開頭第一年好像很厲害 2003年那次好像很行 走了之後 大家又辭職 又下台 政府立即收回23年好像可以 第二三年不是 又是沒有用的 走走走走又是沒有用的 那些 等如你剛才所說的六四 二十二年 都是 像你所說 回到八九年的時候 都是 又是 林鄭 唱生日歌 又是沒有用的 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因為其實不同的 我們不用給所有的功能 一件事 所有任務 都摘在一件事上 譬如六四 在十幾年前 其實很多 長摩四五行動的人 是很討厭六四的 即是覺得六四的集會 是司徒華在搞獨裁 然後搞到一些東西很僵化 變成僵屍 但是當他變成一個很持續的 很長的一件事的時候 他又反過來成為了 譬如有創造力 成為了很多人可以依附著他 去創造一些新的東西的機會 譬如說那些年輕的人 現在十幾十歲的 八十後或者九十後 他現在就是用六四這個 這個這樣的機會 去創造了新的東西出來 現在很多 現在很有趣的 六四是很多 譬如說有踩單車 就是踩單車 由天安門的學生 去踩單車 由九龍踩回去維園 然後有很多藝術的介入 然後有出詩集 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都更新 我們對中國的民主運動 整個事情 你說到六四 也好七一也好 都是要關乎八十後 因為六四曾經有一段期間 當晚也倒得很厲害 你會覺得八十後的青年人 注入這個社會運動 是否新動力 有很大的動力 是這個新的動力 其實是出於我們 我想要 其實香港 剛才我有提過 香港無論是政黨 或者公民社會 他們不想加入政黨 都是很老化 嚴重地老化 或者味道先衰 他們是建制派 已經安穩 安人 然後 近幾年出現了 我擺帖這些東西 我擺帖這些東西 我可以拿新的東西 譬如說 你民主黨 整個泛民 你不是有一些律師 社工教書 三個學業 然後 現在我們 藝術在哪裏 藝術沒有位置 在主流政黨裏面 但現在 開始不是藝術 藝術的人說 我不用理你 我自己都可以 將藝術政治化 將它帶進來 好了 我想 近幾年當然 因為這樣的想法 突破了某些框 然後令到 有些更新的機會 再來就是 好了 你更新完之後 到底 譬如說 你真是民主黨 譬如說 老到要退休 那些議員 那你到底 老極都不退休 到底那個 他們很年輕 和我差不多 已經做了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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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體系就是這樣 從九幾年開始一路做 現在一一 就是二十年了 繼續有二十年了 同一個世界做二十年了 生命力很好 如果他肯再做二十年了 我也很欣賞 因為 可以的 我可以繼續 不用處理他 不再做的問題 專心做你 現在我想我們都 其實好像升了一步 或者多了人 我們現在 我想就是一個共同的問題 就是 之後可以怎樣 其實 那是一個 譬如 你給我一個例子 你現在問我 我會重新去欣賞組織的好處 就是我不會覺得 你這樣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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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 你三個月一定要換的一些東西 或者甚至一個星期要換的 那你要做一件事幾年的 那怎麼辦呢 或者十年的 那怎麼辦呢 那你 我想很多跟我差不多幾年前 一起出來的朋友 又會重新去想這些問題 那這個也是 我們這一輩人 所謂 就是經一事長一志 要成長的一個過程 我們都希望整個香港的公民社會 政治都 有什麼社會沒有社會運動 香港什麼時候沒有社會運動 不 北韓沒有社會運動 激情 激情 是 國家就是社會運動 國家運動就是社會運動 人一有自由 人一有可以表達自己 可以結社可以連結的機會 就一定有社會運動 就爭取自己應有權利 或者說話未必是對的 或者未必是人同意你的 但是你可以找些人聚密 一起去講的 這個是 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是 是 一定是會存在的 有時候 我看這篇文章 最後一分鐘或兩分鐘 你說教法治好 還是靠社會運動好 解決一個問題 靠法治好 靠社會運動好 我們 司法制度 如果批判一些 就說我們要批判地去認識 我們那個法治的系統 就是 我們不可以經常覺得 它是我們唯一的依靠 或者我們一定不是 總之我很害怕 譬如 我現在很害怕非法集會 這樣 非法集結 我現在兩條非法集結在身上 那非法集結到底 那些三個人而已 三個人搞定你 都是要坐牢的一個香港 同一目標 坐牢的一個香港 我覺得我們 即是 不可以相信他 不可以 但我們不是要扔掉他 即是不可以沒有這件事 那 美夫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即是他既有打官司的部分 但他也不忘記 我一定要守住那個保家庭 不是我的保家庭撤退了 譬如你現在入了JR 保家庭撤退 不是這樣 就算輸了JR 我都不覺得居民會馬上說 嘩 輸了 我馬上回家睡覺 算了 都不會 雙線發展 好了 我們稍後有機會 在社會運動的不同角落 都會見到珠海敵 今集節目完結 拜拜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extension 稍後 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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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